这应该是摩托车史上最离谱的一位车手 他在以时速160公里的速度摔车后 他直接一个身体下压 然后接一个滑铲 利用手臂跟腿部刹车 完美地化解了此次危机 第二个就有点倒霉了 这位车手刚从事故中站起来 结果还没走出两步 便被后面出事的车辆 撞了个360度大回旋 多亏了在头盔的保护下 整个人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第三个说来就有点搞笑了 在比赛过程中 两位车手都往中间变倒 结果一不小心 其中一位车手因为失控 倒在了对方的后座上面 此时他为了避免受到二次伤害 便死死地抓住了对方的后座 然而在摩托车停下来之后 他立即下车给了对方一个大逼兜 直接把人家弹得人仰马翻 对方也是越想越气 于是起身就是一个飞踢 接下来的故事 就是两个人隔着赛道吵了一场比赛 而这个就有点恶心人了 这位13号车手 在时速209公里的时候 捏了对手的刹车 对方就差一点就失控了 最终还是稳住了车身 而这位13号车手 也不止一次这样干了 此前还在比赛时 对人家指手画脚 甚至一边开一边骂人家 最离谱的时候 还用脚去踹人家 不过最后 这位车手最终被禁赛 这也算是为他之前的 垃圾行为买单了 这个就有点惨了 这位车手在比赛过程中 差点被后面高速 砸向地面的摩托车砸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场面一度非常惊险 然而这位车手 在站起来后便放声痛哭 因为他失去了 他最爱的赛车 而在正常比赛的 一位选手看到后 便主动放弃比赛 被他进行安慰后 便将他送回安全的地方 这个车手就有点离谱了 这是回家的速度太快了 没杀住 结果把出来换胎的人 直接给撞飞了 好在你撞的 不是扛油箱的那位 这位兄弟在滑雪比赛时 因为巧妙地 化解了一个事故 直接把众人的目光 从冠军身上夺了过来 这是一个因为躲避一个人 而发生的重大事故 后面的车辆 因为必让导致 数十辆摩托车摔车 不过好在大部分人 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在救援人员的帮忙下 大部分车手 都重新进入了比赛 最后是足球界的大乌龙 门卫亲手把球 扔进了自己家的球门里 还愣着干什么 大家一起笑啊